比較在 10 月 31 號發售的《復仇龍騎士 3》 被稱推出了第一波的宣傳影片 看看那超高畫質的 CG 動畫 還有超優的女主角還有她的姐妹們 啊 死 不讓男性玩家們流鼻血都不行喔 不過雖然有些玩家們覺得她的遊戲畫面有點差 但是好的遊戲不是只有追求畫質喔 遊戲好玩才是最重要的啦 大家說是不是啊 Square X 在 PS2 時期的經典系列作品《復仇龍騎士》 距離二代推出之後 8 年 終於由原班製作團隊公布 即將在今年 10 月 31 日推出的新作《復仇龍騎士 3》啦 故事敘述戰亂混沌黑暗年代 歌頌者的女神是可以透過歌聲發揮魔力的能力者 用強大的力量討伐各地領主 讓混亂大地回歸和平 這次出現在外面前的 是擁有最強力量的歌頌者ZERO與白龍米孩爾 統治世界權力再度出現動盪 雖然遊戲畫面被玩家們批評為史上最爛 PS3 遊戲畫面 但本系列強調細膩的配樂 配音與精彩的故事 就等著玩家們去細細品嘗囉 日前官網公開的人物設定就讓玩家們打開眼界 歌頌者姐妹們有著超開放的性觀念 就連戰鬥中隨縱難角的人設 也是超開放的掀起了一陣話題 有興趣的玩家們可以自己上官網 看看這些路股的資料 到底會不會在遊戲中玩到這些設定呢 又或者是官方寫出來好玩的呢 就讓我們繼續期待後續的消息吧